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的职业移民 比如说杰出人才 1比1 还有国家利益豁免 NIW排期到了的 从中国申请 然后在中国完成移民签证步骤 还有什么人呢 比如说有的人本来在美国工作 但是过后又回到中国的 比如有的是访问学者博之后拿着这签证 然后这签证要么是因为公派的不好豁免 或者因为要交很多钱 节清手续 或者他在中国有合适的工作 希望在中国多工作几年 或者孩子在中国上学 或者工作出现变动 因为事业的原因 在中国又要工作一段时间 所以像这些都有可能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然后完成美国绿卡的申请 还有一些比如主申请人在美国 但是配偶和子女因为各种原因在中国 所以像这种呢 也适合办理签证 总体来说呢 我们此前有我们别的视频 有文章关于移民签证 这个是怎么回事 怎么办理 这方面的解释可以找一下 如果你找不到 可以联系我们 会给你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那我们在这里呢 是因为我们最近呢 又收到有更多这方面的要求 疑问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再更新一下 给大家解答一下 包括一些细节 因为比如我们有的申请人 不管是亲属移民 还是职业移民的 他的申请批准了 现在人在中国 然后呢 排期也到了 现在正在办理移民签证的过程中 我们详细来讲一下 大家知道呢 现在这个绿卡呢 有这个排期 排期呢 比原来要长 有的要两三年 这个时间 然后呢 还分成两套这个排期系统 有的叫表A 表B 或者叫Filing Date Final Action Date 就是正式的名字 从职业移民的角度来说 如果是选择领事处理移民签证呢 有的时候会比在美国办485 拿到绿卡 速度还要快一些 那为什么呢 一个呢 你可以按照Filing Date 表B来走 那么如果在美国交485呢 不是一定都能够这样 另外呢 你按照表B来提交了 移民签证的申请以后呢 等到Final Action Date 表A排到了呢 这个时候就已经拿到了移民签证 过后就可以进入美国领取绿卡 如果是在美国呢 等着交485 可能等到Final Action Date 到了 才能交485 所以总之吧 办这个CP 对一些申请人是有利的 或者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不是对所有申请人 比如有的人就不适合 如果在美国的身份历史有问题 中间有空档 不方便离开美国 要不可能就不好再重新入境了 或者有的人希望一直保持 我在美国的工作 希望能够用EAD Combo卡来工作 这样呢 也是提交485比较好 当然理论上说呢 申请人一直在美国工作 要说等排期到了 再到中国去办移民签证 也是可以的 具体上看你的工作呀 日程啊 这方面 家庭这些情况 那么前面呢 是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具体办理的步骤 对于职业移民 首先呢 我们知道你要交这个I140表 在I140表的时候 你有一个选项 是你选在美国完成身份调整 叫I485啊 还是在海外办这个签证 那么如果你已经选了 在海外办签证呢 过后等到你的140批了 移民局呢 就会把你的材料转到NVC National Visa Center 美国签证中心 如果你选的是485 但是过后又离开美国 要改成叫CP 领事处理的途径呢 那你需要另外交一个 I824表来完成这一点 那移民局在处理了I824以后呢 同样就会把你的申请 移交到NVC 接下来呢 就是NVC的步骤 等NVC处理完了呢 就会把材料发到广州领事馆 那么NVC呢 它这个接下来呢 在排期接近的时候 或者有时候更早 它就会给申请人和律师 发email通知 说你可以开始办后面的步骤了 什么步骤呢 首先呢 你有一个申请号码 根据这个呢 可以在网上登录交费 以后呢 你可以在网上提交DS260表 大家知道呢 申请非移民签证 比如说工作签证 H类型的 或者学生签证 F类型 或者是B签证 这个填的呢 叫DS160表 DS呢 指的是美国国务院 Apartment of State 那么这个DS260表 是移民签证的申请 那么所以内容呢 和I485类似 大家可以参照我们 关于I485的视频 主要问的是一些 个人的背景信息 包括你在哪里上中学的 曾经在哪些地方居住 家庭情况这些 那么你在提交这个表以后呢 会有一个确认页 需要保存下来 打印作为一个自己的证据记录 然后呢 你有一些个人的 supporting的材料 需要寄给NVC 比如说个人的 护照复印记 出生工程啊 等等其他证明你身份的材料 然后呢 NVC呢 收到你材料以后 会检查一下 你的材料是否齐全 如果不齐全呢 他会给你发信 然后要求继续补充 哪一些具体材料 然后在齐全以后呢 NVC也会给你一个通知 说材料都收到了 都已经全了 下面就等待排期 等到排期快到的时候呢 NVC会再给你一个通知 说面谈已经预约在什么时间 在广州领事馆 那么你到时候呢 等着去参加这个面谈 就是了 如果具体有一些事件 影响了日程 那么需要改变面谈日期呢 这也是可以的 在收到这个面谈确认以后呢 你需要采取行动 去参加这个面谈啊 或者告诉NVC 如果你一年内呢 不采取任何行动 那么根据美国移民法 这个移民申请 有可能会被取消 所以呢 需要注意查邮件 如果你有律师来办理 原来的140的手续的时候呢 你的律师也会收到邮件 这是一个优势 但是呢 有的人如果万一错过了这个邮件啊 那么如果你有合适的客观原因 在此后呢 还有可能能够重新开案 比如说先请人在中国 如果因为封网的原因 没有及时收到通知邮件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有的人说 我准备在中国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 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啊 这也是有一些办法的 比如说呢 你这个面谈嘛 你也可以考虑 推迟一段时间 或者呢 如果你想将来拿到绿卡 但不是那么快 否则还有保持绿卡的问题 那你可以考虑申请NIW 这个排期呢 比EBY要长一些 那么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或者呢 你把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拿到了这个移民签证 拿到了绿卡 然后你可以申请回美证 可以保持美国旅卡 可以参见我们其他的视频 好 那么你这个interview 时间有了 那接下来呢 你要为这个面谈做准备 到时候要及时参加面谈 首先要在网上登记 有固定的网址来做这一点 然后去面谈的时候呢 当然你需要携带 相关的重要的材料 包括什么呢 你的护照 需要有足够的有效期 如果很快护照就要过期了 那不行 别的呢 那你要有两寸的免关照片 还有呢 要有出生公证 包括你自己的 如果要带孩子一起去 那么呢 也要有孩子的出生公证 记录 需要有元件 不能只带复印件去面谈 那么 有的人说 我的孩子暂时不准备申请旅卡 和我不在一起申请 或者孩子在美国出生的 是美国公民 那么还要不要带孩子的出生证明呢 需要 因为这个是要证明你家庭情况 即使你的孩子不申请 同样的呢 你的结婚的文件 也需要带上 不管配偶是否申请 如果此前有婚时 有这个离婚的证据 那也需要携带 这方面的正式的文件 还有什么呢 犯罪记录的公证 还有体检报告等等 当然像 到面谈这一步嘛 那么对亲属移民和职业移民呢 一般来说要的材料 步骤要注意事项呢 大体一致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一会还会说到 然后这些文件呢 那你都需要是英文的 或者如果是中文呢 你需要有正式的英文翻译 刚才我们讲到体检报告 你去体检的时候呢 也需要携带照片 证明是本人 是吧 然后体检的时候会有疫苗接种 在目前呢 美国广州领事馆接受着 在中国办理体检的地方呢 一共有四家医院 分别在北京 上海 广州和福州 可以办这个移民的体检 那么如果你此前曾经到过美国 你去面谈的时候呢 需要带上你此前访问美国的记录 比如说你如果在美国曾经学习工作 那你要有相关的签证 这方面证明身份的文件 如果你曾经在美国旅游 叹亲 尤其是呢 曾经延期居住 那你需要有这个延期的批准书 总之呢 这方面的目的是要证明 你如果此前到过美国呢 合法进入的 在美国一直保持了合法的身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到如果是亲属移民呢 一般还需要有一个经济担保 由你在美国的亲属 或者是其他人来提供 当然你还需要证明 这个亲属关系 看具体是哪一种亲属关系 有相应的文件证明 如果是职业移民呢 目标是要到美国来继续 做本领域的工作 所以你需要提供一个简历 这个上面呢 还需要包括有此前的工作历史 此前出国的经历 如果你有发表文章 专注等等 要有这方面的记录 然后呢 那你需要简单描述一下 在美国工作计划 面谈的时候呢 当然可能会问到一些不同的问题 那你不能说 我都事先准备好 全是书面的 移民局看我的书面的文件就是了 那这面谈就失去意义了 需要面对面的 有这个文字的交流 语言的交流 具体问的问题嘛 根据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 不同的类别 因人而异 这个呢 可以联系我们具体来讨论 好 那么这个是面谈 是很重要的一步 要在广州领事馆进行 面谈以后呢 有可能签证官会告诉你 当场的人说 你的这个申请批准了 没有问题 最好的了 如果说排期也已经到了呢 你可能很快就能拿到移民签证 如果说排期还没到呢 可能还要稍微等待一下 等到排期正式的到了 这里呢 需要用的是表A Final Action Date 来决定是否发给你移民签证 如果也有的时候呢 面谈完了移民局 移民官 这个签证官会说 要你再补充材料 这个移民签证的有效期呢 一般和你体检有效期相关 往往呢 是至少六个月有效 那你需要在有效期内呢 入境美国 呃 待多久呢 看你自己的计划 一般可能总要待一段时间吧 你的人呢 如果有别的安排 你也可以登录一段时间以后 就离开美国 或者呢 申请一个回美证 同时呢 会拿到一个密封的 有一个信封 不能自己打开 但入境的时候 需要用到 没有关于你的信息 那么入境以后呢 你会收到邮寄的绿卡 寄到哪里去呢 你在申请的时候写的 你在美国准备居住在什么地方 地址就会收到绿卡 那一般来说 不能是旅馆吧 可以是计划在美国 长期居住的地方 或者亲戚朋友的住址 如果你有律师呢 也可以用律师的一些地址 接下来呢 入境美国以后 大概几周 或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 就会收到邮寄的绿卡 好 那么这就是这么一个步骤 这个是办理移民签证 和美国绿卡 2019年最新说明 我们有若干的客户呢 在中国完成了前期的 绿卡申请工作 得到批准以后呢 通过这个移民签证 全家来到美国 拿到绿卡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